咱们今天来说说重庆九龙坡落实谜案 这事发生在2013年3月13号 重庆九龙坡区白市驿镇 当年有这么一条小巷子 这条小巷子地理位置算是很偏僻 在这个小巷子的尽头 有一间非常简陋的出租屋 别看这小巷子都挺简陋挺破旧 但是住的人可不少 就在这一天可就出了大事了 有一桩啊令人匪夷所思的凶杀案 就发生在这个小巷子里 警方到达现场之后 却发现这起案子并不简单 一点重重 这个出租屋面积不大 十多平米 进去这么一看 哎呀这个乱呢 都没地方插脚啊 到处都是东西乱糟糟的 一具女尸 赤身裸体一丝不挂 就躺在那张无比简陋的床上 尸体下方的枕头啊 已经全部被血给染红了 原本白枕头 现在已经是红枕头了 看这现场 这个小巷 嘿 简直是人间地狱 到处是血刺呼啦的 特别的血腥 说是一丝不挂吧 也不准确 在非关键部位还是有衣服的 什么衣服啊 这死者呀 穿着一双袜子呢 内裤呢 是挂在一条腿上的 不是穿在应该穿的位置上 脖子上 有很明显的伤痕 是被利器刺穿的 经过辨认 邻居 房东都认出死者的身份了 死者呀 就是这间屋子的租客 死者呢 38岁 叫陈妹 法医呀 也对尸体进行了一个细致的尸检 发现陈妹的手脚上都有捆绑的痕迹 但仅仅是痕迹啊 根本就没看见捆绑的绳子 屋子里面呢 也没找到刺穿死者脖子的凶器 根据法医推断 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当天凌晨时分 可是走访周边的邻居 邻居们呢 都说没听见什么异常的响动 也没听见呼救声 死得这么惨 难道都没喊一声吗 除此之外 现场还有不少的古怪之处 尸体 咱们说了是躺在床上的 但是却见不到这张床上的被子和床单 既然是在这住 这床上不可能平时就没被子和床单吧 那么被子和床单去哪了呀 一般情况之下 杀人分尸案 杀人抛尸案 可能是用被子床单把尸体裹上带走了 但这死者就在这呢呀 拿走被子和床单干什么呀 另外还有一个古怪之处 死者手脚上都有捆绑的痕迹 但是受到过捆绑 为什么死了以后 这绳子又被人松开了 还把绳子拿走了呢 更奇怪的一点是 警方发现尸体上啊 有很多的液体 这液体不是您各位想象的男性的经验啊 就是液体还有残渣 同时屋子里边 弥漫着一股子酒味 经过化验得知 尸体上的残渣 是中药材 又有酒味又有中药材 那很可能就是泡的药酒啊 这凶手杀人之后 还在尸体上撒上药酒 这是干什么呀 硝烟 止疼 那都死了 也不用止疼了呀 随后警方经过现场勘察 现场门窗完好 没有被撬到的痕迹 再加上周边邻居也说了 没有听到什么异常动静 那么凶手很可能是和平进入房间的 警方呢 还想看看能不能提取到关键的指纹啊 足迹啊 但是经过现场勘察 这屋子里边太乱了 都没有地方能下脚啊 找来找去 也没找着有价值的指纹足迹 这一点呢 警方认为这是凶手刻意为之 平时沉寐住这 应该不是这么乱的一个状态 很可能是凶手杀完人之后 故意的搞乱现场 这样就能掩盖住 很多自己留下来的痕迹物证 床单拿走 被子拿走 绳子拿走 足迹痕迹 也都给搅乱了 还把凶器给带走了 综合这些行为 这就说明 凶手是一个心思非常缜密的人 这个人呢 反侦察意识极强 通常反侦察意识这么强 很可能已经不是第一次作案了 很可能有犯罪前科 有犯罪前科 又是和平进入现场 那接下来就查死者的社会关系吧 很可能是死者的熟人呢 那么从社会关系开始排查 能不能把嫌疑人给揪出来呢 警方啊 在勘察的时候 在现场的那抽屉里 找到了几个电话本 还想着 这要能找着电话本 挨个查这电话本上的联系人不就行吗 哎呦 可以翻开呀 警察头都大了 怎么呢 上边那联系电话密密麻麻的 数了数 一共有八百多个联系人 各位 您别说一笔一画的写这电话本上了 您各位 现在看看手机上的那个通讯录 有没有八百多个人 八百多人的联系人 他怎么那么多朋友啊 怎么那么多熟人呢 干销售的呀 还是干什么的呀 这时候一走访邻居 邻居们说呀 这陈妹呀 没有正式工作 平时呢 就是混迹在一些娱乐场所里 我们就经常看见 有陌生男人 晚上来找他 哎呀 通过邻居这么一说 看来这陈妹 做的是那种见不得光的 卖肉生意呀 那如此一来 要想找嫌疑人就更难了呀 也不一定是熟人才能进入现场啊 客户呢 也能进来呀 警方呢 就又调取了陈妹当天晚上的通话记录 希望能够通过通话记录 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陈妹最后一个通话 是晚上十点多 但是经过调查 电话那头的人呢 确实只是死者的一个客户啊 一个顾客 那会不会是这个顾客杀了他呢 不会 因为这顾客当天在外地呢 打电话啊 就是聊聊天 平时呢 这陈妹除了做皮肉生意之外 也从这个精神上啊 加强跟这些客户的联系 争取多来点回头客呗 这个客户的确没有作案时间 那如此一来 剩下那么多电话 一共八百多个联系人 这要挨个排查 得查到什么时候去呀 那警方就没有其他更高效的 侦破思路了吗 哎 当然是有的 警方啊 这时候召开了案情分析会 大伙就琢磨 咱们得转变一下思路啊 从这凶手的犯罪动机入手 咱们再次进入案发现场 进行勘查 看能不能 找到线索 犯罪动机 或者说是命案性质 无非就那么几种吧 财杀 情杀 抽杀 而陈妹比较特殊 她是从事这种特殊行业的 居住的环境呢 也是非常的简陋 非常的落魄 基本上陈妹的这些客户 和她有来往的这些男人 身份地位啊 也不会特别高 收入也不会特别高 照理说 这种见不得光的买卖 那就是一手交钱 一边享受服务呗 单纯的为了找女人 不至于痛下杀手啊 除非她有别的目的 基本上跟这特殊职业女人 发生冲突 发生争知 甚至引发命案的 咱们之前也说过不少 很多是为了钱财 果然 让陈妹的朋友一清理 这陈妹租住的这出租啊 还真丢了不少东西 陈妹的手机没有了 她的一条白金项链没有了 还有一个跨包 平时呢是装点现金 装银行卡 也没有了 嘿 警察一看太好了 为什么呀 凶手把银行卡拿走了 这就好办了呀 白市义镇呢 并不大 整个镇上当年只有六家银行 那既然拿走了银行卡 你不得取钱去吗 查吧 查这些ATM机的监控吧 那到底能不能查出来凶手呢 上期节目 咱们说到了 这凶手啊 拿走了死者的银行卡 那他拿走卡 他得去取钱去呀 那就查吧 这一查 很快发现了目标 视频显示 凌晨2点55分左右 一个穿着红色羽绒服的女人 到了ATM机取钱 竟然是一个女人 在前期的调查之中 警方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 陈妹一共有三张银行卡 这三张银行卡 在当天晚上凌晨 都有查询记录和取款记录 而那个时间段 根据法医判断 陈妹已经死了 那么 眼前这个深经半夜 穿着红羽绒服来取钱的女人 不是陈妹 还能是谁 根据银行记录显示 接近凌晨三点的时候 陈妹的银行卡 被取走了1800块钱现金 而那件红色羽绒服 经过陈妹好朋友辨认 这是陈妹经常穿着的衣服 也就是说 取钱的这个女人穿的 还是陈妹自己的衣服 那么这个女人 一定和陈妹的死 有重要的关联 难道说 是她深经半夜 到陈妹屋子里边 行凶 把陈妹杀了 也不对呀 这是个女人呢 陈妹也是女人呢 并且陈妹是做特殊职业呀 陈妹死的时候 赤身裸体呀 那要不是有那种方面的 这个需求的话 为什么要把死者衣服 扒得这么干净呢 警方啊 就想着甭管怎么样 还是得查出来 这个红衣女人的身份 这是突破点 反复研究 这几段取款机的监控视频 终于是发现了 这个红衣女子的几个细节特征 虽然呢 她取钱的时候 用围巾把脸给遮住了 但是呢 露出来了眼睛和眉目 哎 一遍又一遍的看 一遍又一遍的看 这个时候有一个民警 说了一句话 我怎么感觉这眉宇之间 不像是个女的呀 再一个 这个人 在ATM机取钱的时候 你不得按按键吗 伸手 按这些按键的时候 不是用的指头尖 而是用的指关节 为什么用指关节 这也体现了犯罪嫌疑人的心思缜密 这就是怕泄露指纹 怕留下指纹 但是伸出手 用这指关节摁的时候 被这监控摄像头拍下来了 大手那个大呀 哎呀 那个粗壮啊 一看 它就不是女人的手 种种迹象表明 这个神秘的红衣女人 不是个女人 而是男扮女装 凌晨时分 一个陌生男子 穿着死者的衣服 把脸折上 用死者的银行卡取钱 那行了 要说他不是凶手 估计都没人相信的 但这个人太狡猾了 故意隐瞒自己的样貌特征 不过 什么叫百密一书 什么叫天网恢恢 说而不漏 警方啊 一针一针的 就一个画面 一个画面的观看视频 在一闪而过的一个画面里 发现了这人身上的一个特殊的细节 他在操作取钱的时候 在输入按钮的时候 有一瞬间 露出来了左手腕 而这左手腕上 有一颗小黑痣 于是 警方根据这些线索 梳理出了嫌疑人的大致体貌特征 第一 年龄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 成年男性 第二 身高在一米七左右 第三 左手腕上有一颗小黑痣 第四 可能是刑满释放人员 这人 取完钱 他得走啊 一三年的时候 已经有天网系统了 那顺着周边的摄像头再看看吧 看他去哪啊 可是这个红衣男子 接下来的一番举动 又让警察摸不着头脑了 凌晨三点左右 他呀 分别在两家银行的ATM机上 在那折腾了一番之后 又朝着一条漆黑的小巷子走去 而这个小巷子就是死者住的案发现场 这就奇了个怪了呀 作案之后 钱也到手了 怎么还不慌不忙的 再次返回现场呢 他要去干嘛呢 又过了一个小时 这个人呢 再次出现在这处监控视频影像里 这时候他的手里 多了两个装的鼓鼓囊囊的袋子 您各位还记得咱之前说的一个细节吗 死者床上的被子和床单可不见了 那现在看来 这人是回去专门拿床单拿被子去了 那这床单被子有什么值钱的呀 有这个必要冒着险 第二回回去吗 这时候还有一个疑问呢 咱之前说了死者身上被盗满了药酒 还有中药渣子 这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呀 看来呀 所有这一切谜团 只有抓住他之后 才能解开了 嫌疑人尽管狡猾 尽管他以为自己 作案已经天衣无缝了 但是 天网系统一直在默默的关注着他呀 凌晨四点多 这监控影像里显示 这个人上了一辆电动三轮车 这电动三轮车就停在路口的 这应该是晚上出来拉客的黑摩迪 这辆电动三轮车呀 得亏也有特征 什么特征呢 尾灯就后屁股灯 坏了一个 只亮着一个 等于这三轮车是一毒眼龙 那就查吧 但是 真想着查出这辆车 还真不容易 前前后后 警方花了十天的时间 最终才找到这辆三轮车 得亏司机 还记得这个人呢 为什么记得呢 因为司机说呀 那天晚上 那个红衣男子 一直反复的变更目的地 一会儿说去这儿 一会儿说去那儿 当时给司机呀 也气得心里边 骂了180句街了 所以这才对这个小伙子 记忆犹新 最后 那个人在距离案发现场 不远的春秋路路口 下了车 但这司机这个气呀 你就走这么近一点道 我绕了这么大一圈子 再者说这是哪 这是重庆啊 这是四地城市啊 你找遍重庆都不好 找到一片平地 你让我来来回回的 跟你兜圈子 多费电呢 警方啊 得到这线索之后 就以春秋路路口为中心 进行一个拉网式的排查 一个年轻男子 一米七左右 可能有犯罪前科 查着查着 有一个人浮出水面 这个人叫艾志雄 艾志雄曾经因为盗窃入狱 为什么把他给查出来了 因为他是死者沉昧的客人之一 把他户籍照片一调出来 梅雨之间跟那个红衣人太像了 排查出来艾志雄此时此刻 距离案发已经过去四十五天了 警方啊 也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赶紧吧逮他吧 再抓捕现场 警察第一时间夸查一下子 挽起艾志雄的左手腕 同样的位置 一颗黑纸无比清晰的显现了出来 现在是铁证如山 艾志雄呢 倒是也没狡辩 特别痛快的就承认罪行了 你不承认也没用了 原来呀 这艾志雄有赌博的习惯 三月十二号晚上 把身上的钱都输光了 哎呦 我怎么再弄点钱翻本啊 我去抢劫去吧 思来想去 我抢谁呀 思来想去就想着陈妹了 这艾志雄也是陈妹曾经的顾客呀 他能挣钱的 就那么一会儿 那家伙一二百一二百的挣啊 晚上十一点多 敲开了陈妹的房门 假装又来光顾生意了 俩人呢 气着咔嚓 完事以后 艾志雄可就凶向毕露了 把陈妹捆起来 逼迫他说出了银行卡密码 陈妹害怕的都不行了 也不敢反抗 可配合了 就把这密码啊 银行卡呀 什么钱的就全交出来了 可是 尽管如此顺从 心狠手辣的艾志雄 还是一刀将他毙命 取完钱之后 他又回到案发现场毁尸灭迹 接下来 该揭开那个谜团了 身上那药酒跟中药渣子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呀 艾志雄 怕在陈妹身上 留下一些DNA信息 留下一些指纹痕迹 他呢 买了两瓶高度白酒 倒在尸体上 毁掉自己的这些生物痕迹 接着又拿走被子床单 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很可能 沾染了自己的这生物剪裁了呀 随后呢 看见桌子上 有陈妹喝的中药汤记 又把剩下的白酒兑到了这中药汤记里边 撒在了尸体上 所以警方才认为 在尸体上的那些是药酒 做出这一系列的举动 就是为了掩盖痕迹 消灭痕迹 可是 这世界上哪存在什么完美犯罪呀 聪明反被聪明误 至此 这桩裸尸迷案 终于水落石出 说是一个女孩杀死了自己的父母 妹妹 妹夫 还有妹妹妹夫 两个年幼的孩子 为了什么呢 为了只是一句 她那所谓的主人的表扬 这可不是小说啊 这是发生在日本的真实案件 那是1992年 32岁的徐芳淳子 跟随她的情人被警方以涉嫌犯有 胁迫罪欺诈罪 全国通缉的宋永泰 在日本境内四处逃亡躲避 这徐芳淳子和孙永泰 是不同班的高中同学 毕业之前 仅仅算是打了几个照面 孙永泰没有考上大学 不得不回家 寄成家里的被褥公司 说是公司 其实就是个小作风 因此 头脑活落的孙永泰 不甘于此 他想要的是成为财阀 那种大集团的掌权厂 而孙永泰也相信 自己有这般能力 不过站在巅峰之上 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得一步步攀登才行 宋永泰仔细回想 自己可以利用的资源 那单纯善良 家教良好的徐芳淳子 就此进入他那狩猎名单 徐芳淳子所在的徐芳家 在当地颇有名望 拥有大量徒弟 淳子的祖父 当过村议会的议员 父亲是农协关联机构的副理师 最关键一点是 淳子所在的徐芳家 本家并无难盯 只有乖巧的长女淳子 和胖女的四女李慧子 所以这徐芳家的家产 需要继承 必须要招个入赘女婿才行 而招去的人选 那便是长女淳子了 好说宋永泰的进宫 举重若轻又欲行故纵 那是1980年 淳子正在福冈的一所 短期大学读书 宋永泰谎称 高中时借了他50元 没有还 约他到附近的咖啡店见面 淳子虽然对借钱一事 还无印象 跟宋永泰也不熟悉 但生性温和的他终究是没招架住 宋永泰的热情 或者说这姑娘太过单纯了 在宋永泰的精巧的话术当中沉溺 总之 淳子答应了这次相约 而此时的宋永泰已经初步 继承了自家的被褥销售公司 一副成功青年实干家的样子 开着豪华校车 出现在咖啡馆里 接着跟淳子说了 说我那天翻看同学册的时候 看着你照片了 一时间就控制不住 给你打了通电话 你不是美女 但我喜欢你身上那种质朴的劲儿 你看看 简单聊了聊50块钱的事之后 这宋永泰开始欢音巧语的公事 就他那般温情默默的样子 反而引起了淳子的怀疑了 淳子不想久留 并且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但宋永泰太懂人性了 他知道自己会觉得太着急了 很快这次婚宴平静般的结束了 并且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 他并没有再纠缠过淳子 但宋永泰的不纠缠 一方面是以退为进 另一方面是有了新的猎物了 在这一年期间 宋永泰交往了一个姑娘 同时几乎到了结婚的程度了 只是这女孩无论从家世 还是依于掌控的程度 都远远不及淳子 于是时隔一年之后 宋永泰再次邀约淳子 到咖啡店见面 当时宋永泰看似轻描淡写的 说着 我现在在跟女孩交往 挺认真的 也在考虑婚姻大事 看似说着自己的人生大事 其实宋永泰实则希望 以此动摇淳子的心神 对于这个奇怪的高中同学的 婚恋知识 淳子没有任何兴趣 只是淡淡的 用一种客套的话语 说真的吗 恭喜你了 宋永泰只好说 其实我内心真正喜欢的是你 我一点都不想跟她结婚 没错 淳子再次听到宋永泰 如此直截了当的表白 心中是警灵大作 一边安慰宋永泰 不该辜负那姑娘 另一边还提出了 说自己家十点门禁 自己该回家了 到这儿是宋永泰有些扫兴 但为了维持自己 青年实干家的形象 他不得不心不甘情不愿地 送淳子回家了 而在路上 宋永泰是越想越不甘心 尽管淳子早来被表现出 对他的喜欢 但宋永泰还是觉得 他是到手的鸭子 但现在就废了 于是宋永泰转定一想 系上心头 将车子停在黑暗之处 猛地扑向副驾驶 叫强吻淳子 那结果面对这个举动 淳子条件反射一般的 拴了宋永泰一巴掌 这男的挨了一巴掌之后 就好像突然从 这鬼迷心窍当中 完全苏醒过来似的 拘谨又正式的道理 欠来 然后加速将淳子送回家里了 那此后 这宋永泰似乎也意识到 自己太过冒昧跟无礼 老老孙孙结婚了 也彻底跟淳子断了联系了 那也不清楚这次强吻 给淳子的心留下了 非同一般的印象 还是宋永泰又在此后的修炼当中 练出了什么惊心动魄的手段 淳子二十岁那年 真正影响淳子命运 让他此后半生与宋永泰这个魔鬼 纠缠不清的事发生了 如同前两次一样 宋永泰打电话邀约淳子见面 不同的是 就这次相约 内容不是别的 是兜风 在送淳子回家路上 车辆一拐 直接拐到了一家情人旅店门口 或是强迫 或者哄骗吧 总之 那淳子竟然跟着宋永泰进去了 那在此之前 完全没有任何男女关系经历的淳子 就这般失去了他那第一次 甭管是亲吻 还是性关系 都是 而拿到淳子初一的宋永泰也知道 说眼前这条鱼 已经彻彻底底到手里攥着了 他对淳子的态度 经历了短暂的甜蜜期之后 正式进入到了索取跟控制的阶段 大概第一次发生关系的两个月之后 宋永泰邀请淳子 参加了一个特别奇怪的圣诞音乐会 当时淳子满怀期待了到达 却发现观众戏当中不止他一个 还有宋永泰大了肚子的妻子呢 结果一见之下 已时间难以言说的羞耻 和欠疚涌上淳子的心头了 他忽然发现 就这份他以为的爱恋背后 他好像中着乌黑色的罪恶呢 但是他似乎已经缠沦在罪恶当中难以脱衫了 就如同一个赤身裸体之人陷入力清当中 仅凭自己的力气 不管怎样都挣脱不出来了 你说宋永泰为什么要邀请淳子参加 有妻子出席的音乐会呢 他是不知情的吗 当然不是 他就是想让淳子欠疚 就是要让淳子感受到自己的罪责 他要让淳子觉得自己是个 破坏别人家庭的坏女人 没错 宋永泰想要击破淳子温和善良 秩序井然的内心呢 同时他也成功了 当时那淳子怀着欠疚之心 继续跟宋永泰约着会 注定要牺牲自己爱情来保全家 有他无比眷恋跟宋永泰的这份真挚情感 但是到这儿 宋永泰好像变了 经常临时取消跟淳子的约会 即便是约了会了 也都是在情人旅馆 那问他为什么 宋永泰说 当然只能在情人旅馆了 如果在别地儿被人看着的话 我就不好提出离婚了呀 因为瘫了肚子里孩子才不是我的呢 也不知道哪来的野种 没错 宋永泰也一种理所当然的荒谬 回答着淳子对两人关系的所有质疑 而淳子则以自己制成的爱恋之心 承受了对方的忽视的欺瞒 和愈发反忽常的性情 那淳子的制成 似乎打动了宋永泰了 渐渐的宋永泰不再爽约 虽然地点依然是情人旅馆 但两人约会的平次 从每月一次变成每周一次了 每次见面 宋永泰都会为淳子准备昂贵的礼物 并开始提及他俩的婚事 说我离婚之后 我就要你嫁给我 即使牺牲掉自己人生 我要跟你结婚 当然了 我会入赘续方家的 你放心 那淳子对宋永泰的承诺信以为真 他1984年的暑假 淳子第一次对亲近的叔母 说出了这份不登大雅之堂的恋情 结果呢 这消息几乎是立刻传到了淳子父母耳中了 这为人父母者是大为震惊 并且愤怒地要求淳子 立刻跟这宋永泰断绝关系 同时那淳子的叔叔也发现 说宋永泰正在调查续方家 和淳子母亲娘家的自然情况呢 侯一问 说宋永泰这小伙来者可不善 他有别的目的 很大可能是基于续方家的财产呢 要是续方家当中 最担心女儿淳子的是他那母亲静美 静美对让淳子深陷爱河的这男子 是又怕又恨 干脆过来私家侦探调查起他来了 也不知道那侦探水平不佳 而宋永泰太过警觉 或者走漏了风声了 总之 静美请人调查这事 后来被宋永泰知道了 宋永泰对淳子是破口大骂 并要求他安排一场 自己跟母亲的会面 就这样 淳子不安又怯懦地 安排两人相见 他很怕两人会恶语相向 彻底断绝了 他跟宋永泰结婚的可能性 但是 他完全把宋永泰想简单了 这宋永泰的段位 岂会如此简单呢 就在那次见面当中 这宋永泰表现得是彬彬有礼 一举征服了静美的心了 并且干脆当场约席了第二天继续见面 由此可见 宋永泰那张嘴真是了 那在母亲静美的支持之下 大约三个月之后 淳子跟宋永泰拟定了一份写着 宋永泰会跟妻子离婚 并与淳子结婚的确认书 对此 淳子的父亲宋永玉 不置可否 但母亲静美 表现出了非凡的热情 似乎迫不及待 想让这女婿进入到续芳家里 而此时 那淳子不知道的是 按母亲的知识 并不单纯是宋永泰 巧舌如荒打动了她 而是母亲跟宋永泰之间 也建立起了肉体有关的特殊关系了 静美也不知道的是 就这个冒昧的举动 为他们后来一家人 招来了长久的痛苦 甚至杀身之祸了 那得到了续芳家认可的 孙永泰知道大局已定 此时 淳子已经不是那个 需要捧在手心的小公主了 而是一个 他掠夺财产的工具人了 对工具 自然要有使用工具的态度了 那最重要一点就是 要让工具 有做工具的自觉 彻射底里 失去自己的思想 于是 这孙永泰开始了对 淳子的种种暴力行为 首先是语言暴力 就像是那天 那孙永泰说了 东京有音乐事务所 想邀请我加入 你知道我在音乐上有天赋 但为了入坠到你家 我不得不放弃了 那或者说 让我看日记本 写的都是谁呀 你写这话什么意思呀 你肯定是脚踏两条船了吧 你压根就不是什么处女 第一次跟我说也是 都是演出来的对不对 没错 这些都是语言暴力表现的形式 接下来是行为暴力 孙永泰开始因为一点小事 就开始殴打淳子 甚至会在淳子开车时 疯狂用拳头击打他的手臂 甚至拿皮鞋打他的脑袋 而可怜的淳子呢 只敢紧紧握住方向盘 说有一次最严重 孙永泰甚至会从晚上一直殴打淳子 到第二天早上 当自己所做的一点小事 被一遍遍反复质问 被屡次追究细节 并配合上一家严重的暴力惩罚之后 这淳子开始觉得 是不是我真的有问题呀 那孙永泰之所以会这么对我 会不会都是因为我不好啊 没错 被CPU了 孙永泰又一次用自己巧识如簧的话术 完成了自己那肮脏的目的 淳子这朵小白花 彻底失去了本来面目了 那实际上孙永泰这套手法 并不仅仅用在女人身上 在那继承父亲的被入公司之后 遣散老员工 转而照例一批初中或高中辍学 那当时大约20岁上下的年轻人 因为他们制定了严格的守则 就比方说 说任何人不能违背社长 就是孙永泰 他那指示 任何人辞职 都需要全体员工的同意才行 外出销售必须三人一组 并在返回之后 汇报各自的言行 工作期间必须住在公司 在公司不能拨打私人电话 等等一系列 非常不合理的要求 说一旦这些年轻人触犯了守则 轻则仰望起坐 不许吃饭 站着睡觉 重则被电线缠绕在手腕上 进行电击惩罚 而孙永泰会 所有他们互相举报 举报他们的人 会得到夸奖和数量不等的奖金 最可怕的是 即便这些年轻人 没有触犯守则 孙永泰依旧会根据 他们的业绩表现 或自己的喜好 在他们心里 为这些所谓的奴隶 排列次序 一旦谁的次序排在末位 便有可能因为 类似什么 左脚签踏入公司 这种非常离谱的原因 受到电击等等 一系列惩罚 因为公司的制度太过残酷 很多员工偷偷跑了 孙永泰也根本不慌 干脆让员工把一些 欠公司钱的客户 绑到公司地下仓库 让他们向家人要钱 或者干脆入伙 而至于那些客户 是怎么欠公司的钱 就这一点更为可笑 举例子吧 孙永泰公司那床垫子 卖一百万日元一张 这么高昂的价钱 谁会买呀 那这些床垫子 价钱昂贵 那确实拥有 高达百分之五十的个人提成 有些员工为了拿到这提成 想出了一个馊主意 给客户试用 他们会几乎强迫的 把那床垫子送到客户家里 顺着请客户试用 并在一个月之后 上面取回来 那如果客户真的在一个月之内 没拆开床垫子 这员工便会向客户 索要每天一万日元的折旧费 如果客户给了 这员工就拿床垫走人 如果客户不给的话 就到了孙永泰发挥的空间了 说孙永泰会在客户家里 严厉训斥员工 甚至让他们下跪道歉 充分表达自己的歉意 并在客户以为事情 就这么过去的时候 哭诉自己的苦衷 就像是公司 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之类的 等客户看似动摇时 便会拿出一个号称 只有1%利息的分期协议 那很多人觉得利息不高 也就这么掐了 而这时 他们便彻彻底底 掉入到孙永泰公司的陷阱里边了 因为就这份分期协议的 1%的利息 可不是年息月息 是日息 只需要短短70来一天 客户所欠的100万 会变成200万 那如果欠上一年时间 就这笔欠款将高达 3000多万元了 那这是 在公司方面的一些作为 说回到蠢子 说很快 仅仅对蠢子的殴打 已经不能满足 孙永泰变态的心理了 提出如果蠢子爱自己 就应该在身上留下他的名字 并由此为借口 在蠢子胸口用烟头 烫出了一个太字 几天之后 孙永泰在前任旅馆里边 在将蠢子抱打一顿之后 在他大腿上又问了一个太字 不仅如此 为了使蠢子更加独属于自己 孙永泰要求蠢子在自己监视之下 给家人给朋友打电话 对他们说出种种不堪入耳的脏话 让他们产生对蠢子的厌恶情绪 没错 就这般精神跟肉体的双重折磨之下 让蠢子对人世间的生活 已经失去任何眷恋了 1985年2月的一天 蠢子在家中浴缸里 格文自杀了 五星静美发现之后 将他送去医院总算是救回条性命 孙永泰着急忙慌赶回来之后 一脸真诚的跟蠢子父母说 蠢子是最听他的话的 他很怕 如果让他继续像原来那般生口的话 他还会自杀的 所以不如将蠢子托付给他管教吧 他会对此负责任的 也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 或许是家族的荣誉 毕竟送蠢子来医院时 他们家人甚至要求救护车不要鸣笛 总之蠢子的父母 同意了孙永泰的请求了 就这般出院之时 蠢子被孙永泰接到了他们公司的宿舍居住去了 那在公司里边 蠢子的境遇更加糟糕了 一方面 他要作为职员 违背自己良心去诈骗去 另一方面 他要承受孙永泰对情人和职员的双重暴力 甚至有的时候 这种殴打或电击 就发生在孙永泰的太太孩子眼前 在日复一日看不到尽头的折磨之下 蠢子学会了逃避 将自己一切感知封闭掉 如同一具行尸走肉一般 任由孙永泰支配 这么做的好处 是他不必内心再做煎熬 也不会再次自杀 但坏一处就是 他真真正正失去了自我了 不久之后 在孙永泰的要求之下 蠢子回到家里 要求跟父母断绝关系 并威胁他们 如果不同意的话 自己就当小姐去 那蠢子的父母听到这消息 再次为了家族荣誉 和女儿屈服了 至此 蠢子从精神到肉体 彻彻底底 成了孙永泰的奴隶了 那在表面上 蠢子跟家里断绝了关系 之后 这孙永泰会失去 获得旭方家财产的机会 但这一切 本就在孙永泰的计划之内 他看透了旭方家 对名誉的在意 并为他们准备了 一张弥天大网 而第一步 就是将自己跟蠢子 完全绑定住 那是1992年7月份 孙永泰陪同蠢子 前往银行办理业务 因为银行不愿意 延长定期票据的对付时间 孙永泰当场撒坡 并砸坏了物品 职员对此提出了控告 警方已涉嫌威胁 和破坏财产罪 发起了对孙永泰和蠢子的逮捕令 此外 警方在调查当中 进入发现了 孙永泰公司的 一系列诈骗行为 尤其是他们对一位 老年妇女高达 350万日元的敲诈 警方对此追加了 涉嫌诈骗罪的逮捕令 但是就这一切 并没有超出孙永泰的控制 他早在警方真正找上门之前 就申请了公司破产了 留下了一地鸡毛 和高达9000万日元的债务 而他自己 则带着蠢子开始要逃亡生涯 要说孙永泰的目标很简单 只需要在1999年7月份 诉讼时效到期之前 不被警方逮折就行 他就可以避免牢狱之灾 并且凭借自己过人的头脑 再次成为在商场运筹帷幄的实干家 而孙永泰最终选择了 他的出生地了 北九州市小仓 作为逃亡阶段的主要生活地 在这里 他决定延续自己的艺术性犯罪 以威胁诈骗语言和暴力控制他人 并说他人从亲友处诈取钱财 以保证自己的逃亡生活过得足够歉意 那孙永泰选择第一目标 是前公司一个职员 就这可怜巴巴的职员 本以为听到孙永泰的话 赚钱机会多多事 却未曾想孙永泰何时做过好人呢 孙永泰只要心情略微有些不畅快 便会对他进行辱骂跟殴打 同时必须保证自己的家人一直寄钱 一旦钱少了 他会被打得更惨 大概被孙永泰如此对待三个月之后 这位职员选择逃跑了 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这么下去 只会落在一个客死他乡的下场 第二个被孙永泰盯上人 是一位多年前曾经跟孙永泰交往过的女同学 当孙永泰拨打电话给他时 那似乎唤醒了这位当时已经有三个孩子母亲 心中的粉红色记忆了 毫不犹豫 分批次的就给孙永泰高达200多万日元的巨款了 那或许是孙永泰的话术太过高超啊 也或许是女同学那生活太过苦闷了 一段时间的联系之后 这女同学听起了孙永泰说 愿意跟他结婚的谎言 带着三孩子离家出走了 并且搬进了孙永泰的公寓里边 那如同对待纯子一般 得到手的女人便成了工具 那女同学很快成了孙永泰的施暴对象 不得不像亲友 乃至被他狠心抛弃的前夫所要钱财 最终 在给孙永泰贡献了一千多万日元的血色钞票之后 这女同学跳海责杀了 那第三个被孙永泰盯上的人 是一位非常热心肠的房地产中介 孙永泰让纯子向中介提供一个虚假的投资计划 便顺顺利利骗到了三十万日元 这使孙永泰觉得这中介是一个绝好的踢捆机人选了 于是这孙永泰亲自出马 抛出了一个赛马的投资计划 毫无疑问那中介完全身见其中 甚至为死跟女友分手了 带着和前妻的女儿公子搬进了公司宿舍 很快在孙永泰的计划之下 这中介将女儿公子送到孙永泰身边抚养 并为此支付等于自己全部薪成的预养费 后来 这孙永泰干脆把中介偏进自己的公寓居住 孙永泰以公子为人质 威胁中介 承认了很多自己未曾犯下过的罪行 其中甚至还有非常离奇的涉嫌 强奸猥胁自己的女儿 并且以让中介改过自信为理由 不给她正常吃饭 让她每天洗冷水槽 每天只允许开着门裸体排泄一次 甚至有时要吃掉自己的排泄物 把她关在狭小的牢笼当中 让她以体育做的姿态睡觉 几乎每天都对她殴打电击 甚至让公子 就是她那女儿 去撕咬中介的大腿那一侧 最终 那中介在通过向亲友索要 和向银行借贷的方式 给宋太贡献了大约一千万日元的资金 之后 因为严重养养不良和长期电击 导致身体损伤而死亡了 这人死在公寓里边 这对于逃亡当中的宋太和纯子 是致命的 当务之急 是如何不让这事被警方发现 对他们的好消息 是由于中介长期向亲友索要钱财 所以她那社会关系基本已经完全断绝了 对他们那坏消息说的是 想让一具尸体消失 这可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啊 那此时 宋太死在小家里边有三个成员 宋太 纯子 还有中介的女儿公子 纯子自不必说了 肯定会站在宋太这边的 那在1993年1月份 生下了宋太的孩子之后 就彻底被困牢了 因为一旦他们被警方发现 他们的孩子就会变成犯罪分子的孩子了 而且当时那个纯子肚子里 正怀着宋太的第二个孩子呢 已经临近预产期了 至于公子 宋太有的是办法 对付这个上海年幼的女孩 那宋太先是将中介死亡原因 归结为为公子打草时 碰到了中介的头了 同时还威胁他 说一旦被警方发现 中介身上公子留下了大量咬痕 将会使他锒铛入狱的 接着拉着公子和纯子一起喝酒 酒后这宋太说了 说只能把它弄成碎块给扔掉了 怎么弄 你们看着办吧 那纯子是别无选择 他只是一个合格的听令工具 那公子呢 吓得给我抢了 他害怕被警察抓进监狱里边 再加上宋太 在这个小家里边长久的威望 所以让他只能是听令行事了 那是1996年3月21号 历时一个月左右时间 三个人将中介的尸体完全分解掉 并处理干净了 肉的部分完全煮烂之后 绞成液体形态 倒进了公厕里边 牙齿跟骨头部位 碾成了粉末 跟魏增酱混合到一起 做成了糕点 然后打包扔进了大海里边 那主的一提的是 就这一天 也是纯子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日子呀 那这是第三个目标 孙永泰选择第四个目标 是中介朋友的前妻 在中介死亡之前 孙永泰曾经要求 他为自己介绍一些朋友 并且在其中寻找新的狩猎对象 同时在中介死亡的上一个月 向其中一个朋友的前妻 贵子求了婚 大概中介死亡之后三个月时间 那孙永泰或许觉得 那中介之死已经没后顾之忧了 于是开始对贵子 进行了欺诈和索取 我说贵子有三个孩子 孙永泰想用孩子控制贵子 又不想负担太大的开销 所以让贵子把大女儿交给前夫 把儿子交给贵子父母 主带着小闺女住到了自己身边了 那贵子住进孙永泰小家时 孙永泰也为他介绍了 淳子跟公子 说他们是自己的姐姐和姐姐的孩子 很快 这贵子也开始遭受到殴打跟电击 这电击的部位 除了常规的用裸露的电线 缠住手腕之外 还包括用鳄鱼夹子 夹住自己身体的私密之处和眉毛 除了疼痛之外 电流随着插错的快速插拔 会刺激心脏冬冬的痙磷 或者大脑一片空白而晕厥掉 为了防止贵子和丧父不久的公子逃跑 孙永泰甚至时常将两人 一起锁在衣柜里边 那是一九九七年三月份 贵子和孙永泰大概同居五个月时 贵子抓住了纯子开窗通风的时机 从二楼跳了下去 在付出了腰骨骨折 和慢性复杂性创伤后 应激障碍的代价之后 逃出了内魔窟了 那贵子出逃之后 这孙永泰为了防止警察找上门来 第二天匆匆忙 逃离了囚禁贵子的公寓 大概十来天之后 这孙永泰把贵子的小女儿 扔在了贵子前夫家的门口 就这可怜的孩子 在过去的几天时间里边 没少受折磨呀 话说贵子的出逃 将蠢子锋闭已久的内心 撕开了一条缝隙 那心说原来是可以逃走的呀 原来逃走之后 这孩子也是能活下来的呀 那是一九九七年四月份 在贵子出逃之后 暂时没找到新的提款机的孙永泰 将主意打在了蠢子身上 但是那蠢子的社会关系 早就被孙永泰彻底摧毁了 根本找不着钱 最终这蠢子决定逃跑 在孙永泰把大儿子 带在身边去了别处时 蠢子带着二儿子出逃了 先是去了妈妈的老家 骗姨妈说 说自己妈妈很快会来接走孩子 于是把二儿子留在了那边 接着他坐电车 前往大芬县汤布院 其实这蠢子本来想去大阪附近的 他觉得那边能找到更好的谋生的工作 但孙永泰严格控制他的资金情况 综合身上的零钱 还有附近好找活的地方 那只够去汤布院的 因为长期的虐待和精神压力 蠢子看上去并不健康 再加上不休蝙蝠的打扮 颇有阴郁的气质 使得连问了十几家商户 是否在招工都被拒绝了 接着在一家烤肉店里边 一个老太太客人是联系他 为了提供了免费的住宿饮食 并在六天之后 介绍他到一家青石酒吧 做服务生去 那如果事情的发展就到这的话 命运的转盘 还有着转环的余地 但是那蠢子 即将到来的平静生活 被通电话给打乱了 那电话是他妹妹李慧子打来的 他告诉蠢子 说孙永泰跳海身亡了 那接着 他在父亲徐芳玉那边 证实这个消息 他爸爸说 说孙永泰真的自杀了 你赶紧回来吧 就这样 蠢子即将正式工作的邓天 留下了一封词别信 离开了汤部院 第二天早上 抵达了小苍的爱美公寓 那接着 在公寓等待的旭芳玉 就是他那父亲 被蠢子支付了车费 那公寓三楼 合适的桌子上 放上孙永泰的遗像 和他留下的遗书 当时蠢子读着遗书当中 所写的 他们相遇之后的林林总总 这泪如雨下 开始自作 说是不是因为自己 去了汤部院 让孙永泰觉得太过孤独 才最终选择自杀的呀 然而 就在蠢子最悲伤之际 却突然听到了 身后壁橱打开的通情 那孙永泰 压根就没死 从壁橱里冲了出来 说着 真可惜呀 接着撕烂了蠢子的衣服 在蠢子父亲面前 殴打起 浑身赤装的蠢子 那孙永泰大喊一声 一起打 随着孙永泰的一声令下 蠢子的妹妹 李慧子 和蠢子的大儿子 也加入到 殴打的阵营当中了 那后来 许多日子里边 孙永泰不厌其烦的 反复盘问蠢子 这次出逃 在盘问当中 会随着性子 对蠢子的脸部 进行电击 不论回不回答这些问题 甭管说的是 真话还是假话 都会被电击 电击这件事 就如同吃喝拉撒一般 彻底融入到 蠢子的日常生活里边了 在蠢子成为 最低一级的奴隶时 公子的地位提升了 此前一直被关押在 一间破旧的 低档公寓里边 在蠢子逃跑之后 这公子被解除了奸进 可以在和事里边 只盖着被子睡觉了 跟宋永泰的孩子们 一起吃饭 甚至被允许上学 这次等级的变化 在蠢子回到小仓市之后 依旧被保持着 并且公子开始承担起 监视蠢子的任务 就这次地位的提升 似乎让公子觉得 在宋永泰掌控的 这家里边生活 并没有那么痛苦 他开始为了保持地位 更加尽心健烈的 执行了宋永泰的命令 比方说 在蠢子外出 试图逃跑时 公子是死命的 没命的追赶他 并且把他逮着了 在以往 在宋永泰的帝国当中 地位最低的 往往都是提捆机 当蠢子的地位 降到最低时 他的命运似乎也注定了 不过 跟以往不同的是 这宋永泰这次盯上的是 整个徐方家 蠢子逃跑之后 宋永泰找上了徐方家众人 告诉他们 蠢子过去所犯的诈骗罪行 和对中介的分尸行为 就这一系列 骇人听闻的消息 把良善手续的徐方家众人 下了这胆战心惊 为了防止 蠢子在外边 犯下更多恶行 更加败坏徐方家的名誉 他们按照宋永泰的主意 办了上边说的那场 假葬礼 而宋永泰 就那狗皮糕要似的 一旦粘上了 小撕掉 就得忍受 切肤之痛了 徐方家中人 不了解宋永泰 自然就没这个觉悟了 蠢子回到小仓之后 父亲 母亲 还有妹妹 依旧频繁来往 于小仓的爱慕公寓 在孙永泰的话术之下 他们决定将蠢子 交给他照顾 并且为此支付 巨额的照顾费 不过 孙永泰并不满意 他的宗旨 下来是要把人榨干才行 首先 是当着徐方一家人 对蠢子进行奠击 徐方一家 对孙永泰 如此对待蠢子 感到一场震惊 说甭管蠢子 是否玷污了家族名誉 他始终是 血脉相连的亲人 因此徐方家 向孙永泰 提出了分手的一个要求 并愿意支付 一大笔分手费 而在协议签订之后 这孙永泰又以孩子为筹码 使蠢子撤销了分手协议了 而蠢子当时就想着 说如果要付出孩子 才能获得自由的话 那不如就不分开了吧 哪怕趴在地上趴呢 哪怕自己毁灭呢 也得跟着孙永泰呀 就这样 蠢子依旧被孙永泰控制着 而孙永泰从旭方家拿钱的目的 也多了起来 比方说 咱们上面提到的照顾费 不举报蠢子罪行的封口费 蠢子不逃跑的保证金等等 一些 从1997年4月份 那蠢子的父亲 跟孙永泰联系上开始 短短三个月时间里边 孙永泰从旭方家 炸出了1350万日元 而第二年8月份 旭方家又将屋宅和田产抵押 借出了3000万日元 给到孙永泰那边 听到这不禁纳闷啊 这旭方家为什么对孙永泰 如此言评计从呢 其实这还得从一个 看似常规的要求说起 这有一天 孙永泰提出来 之前蠢子对中介进行分尸之后 并未对管道进行彻底清理 或许这管道当中 会有残留肢解的痕迹呢 还有希望由旭方玉 就是那蠢子的父亲 来代替女儿 为M公寓更换管道 表面上就是要求 比起孙永泰 其他离婚条件来说 非常普通 但实际上正是这件事 彻底断绝了 这旭方玉告发女儿 从而抽身而出的可能性 旭方玉不忍心 让归宁进入监狱里边 也不希望女儿的罪行 被暴露出来 影响家族的生育 和自己的前程 于是61岁的她 只能拖着睡眠不足的虚弱身体 往返于九流式的家 和小仓的M公寓 为被自己良心跟道德感 彻彻底底 成了参与犯罪的一员 征服了这蠢子的父亲 对孙永泰来说并不足够 因为旭方家 有更难缠更难对付的人呢 那就是蠢子的妹夫 李慧子的丈夫主也 蠢子跟父母断绝关系之后 李慧子是不得不承担了 这原属于蠢子的任务 寄生家业 并且和一个家世 清白的入坠男子成了婚了 那朱也是九流式一户 农家的次子 在入坠之前是一位警察 正义感十足 所以威胁旭方家 其他人的方法 很难用在朱也身上 但对此宋永泰毫不在乎 因为在他看来 还有离间这一招啊 那为了保护蠢子 在得知蠢子分尸室之后 朱也就被排除在 旭方家的决策之外了 直到旭方玉被勒索到 几乎再无钱财时 他才被围以中人 也旭方玉希望 靠当过警察的强壮女婿 朱也来对付 让他心里交错的宋永泰 不过考虑到朱也的基金性 旭方玉隐瞒了家中 已经没有钱的事实 而就这一点 让宋永泰钻到了个空子 宋永泰和朱也见了一面 并拿出了旭方玉 抵押家中房产田地的 文件复印板 并告诉他说旭方家 已经没有家产 可以给他继承了 接着宋永泰约朱也喝酒 并跟朱也说 说李惠子的男性关系 非常混乱 不但婚后依然出轨 而且年轻时还多过态呢 就这样 听到这些 朱也开始渐渐 站到了宋永泰一边了 同时为了进一步 瓦解朱也的正义感 宋永泰为他安排了 一个特别的任务 更换御事的词专 让他成为犯罪的共谋者 感受到离间的无穷妙容之后 宋永泰再进一步 告诉徐方玉 说他妻子曾经勾引自己 狠他上床 尽管静美再三申诉 做起的清白 但是被种种压力压得 透不过气来的徐方玉 压根不相信静美的硕士 眼看徐方家 已经彻底分懵离析了 宋永泰知道 致命遗迹机会终于来了 他以徐方家 为支付完成 五千万元的封口费为由 要求他们贷款 并在他们无力偿还贷款 被找上门之后 还好心的提出来 说可以请他们 一起到小仓居住 在徐方家众人 到达小仓M公寓居住之后 小小公寓里边 一下有了十一个人了 除了宋永泰 淳子 公子之外 分别是徐方玉 静美 竹野 李慧子 以及李慧子和竹野 两个年幼的孩子 小彩跟幽贵 不光这些 宋永泰和淳子两孩子 也在这住了 为了更好管理这些人 宋永泰制定了严苛的规则 说除了宋永泰和孩子之外的 其他人都需要处于 类似之前咱说的 中介和贵子的处境 在行为 着装 睡眠 饮食 排泄等等一些方面 都必须符合要求才行 尤其是徐方家众人 以往说 在没有安排时 他们必须安静的 背对过道 站在厨房里边 吃饭时 必须在规定的七八分钟之内 吃完方便面 或者是微波米饭 等的一些营养匮乏的食物 即便是这种食物 一天也只提供一次 上厕所 说每日每天 只有一次上大号的机会 并且在解大手时 不可以碰到马桶圈 在屋中移动时 需要匍匐前进 不仅允许 不可以站起来或坐下 同时 没有松了他的允许 任何人不得外出 在得到允许之后外出时 也必须每15分钟 汇报自己的行程 在明确的这些规则之外 还有一条潜规则 那便是 处于最低地位的人 将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为了避免自己成为 食物链底端的可怜人 随时随地 被毫无理由 叫出去电机一下 公寓内的众人 不得不互相举报揭发 以提高自己的地位 尤其是 说每天 最被孙永泰赏识那人 会获得第二天不为电机 便且可以奠击别人的特权 就这样 在监禁和等局排序的 双重心理压力之下 许方家众人彻彻底底 失去了自我判断了 变成了绝对服从 宋永泰的奴隶了 而值得一提的是 非许方家成员公子 由于代替了 淳子的地位 扮演着类似 孩子母亲 和宋永泰情人的角色 往往受到惩罚是最少的 也是相对自由的 那是1997年12月份 春子出逃 汤部院的八个月左右时间 这绝方家中 出现了第一个死守 12月20号那天晚上 绝方家中人 被宋永泰交到和室里边 跪坐在自己身边 讨论如何赚取 他们签下宋永泰的钱 在讨论期间 绝方玉被作为 主要的奠击对象 遭受了惩罚 但实际上 此前一段时间里边 意味着让绝方玉 以绝方家 建设人的身份 抵押宗族田产的计划失败之后 孙永泰对绝方玉非常不满 所以他长期处在最低级别 或者次低级别的地位 被频繁惩罚着 就这会儿 在孙永泰的要求之下 绝方玉给自己夹上导电夹子 并且不断追问他计划失败 是不是他在绝方家的 亲手会议当中 透露了消息 但绝方玉始终坚持 自己没有那么做过 而第二天一早上 孙永泰先是派出绝方家 除了蠢子之外的四个 成年人注意取东西去 又很快 以小彩态度不好为由 把他们叫了回来 在批评力通小彩之后 孙永泰决定 要惩罚身为一家之主的 绝方玉 首先是对绝方玉的 左手和右臂通电 接着是胸 在给胸通电时 孙永泰觉得有些累了 把通电的活 交给了蠢子 当时蠢子有些担心 说这么做真的没关系吗 因为是胸离心脏太近了 他担心会出危险 孙永泰非常无所谓的 告诉蠢子 说没事 听到孙永泰的答复 长期以来 以孙永泰为真理的蠢子 完全放心了 看似如同孙永泰一般 一边对绝方玉 以及他父亲 输出乌言惠语 一边使劲的 将电线插头 插进了插座里边 但就这样意外发生了 本来跪坐着的绝方玉 在通电之后 身体突然向后方倾倒下去 头也磕在了塔拉米上 蠢子以为 父亲是为了逃避通电的痛苦 假装难以承受 但在此之前 绝方玉从来没有 为了逃避而装出痛苦的模样 随后 这蠢子更加愤怒地 呵斥他的父亲 然后再次接通了电线 就在电流再次连通时 孙永泰突然大声制止了蠢子 大喊着住手 因为孙永泰这时意识到 这绝方玉不是一个会伪装痛苦的人 他上前扶起了绝方玉平躺下来 安排蠢子和竹野 给绝方玉做心脏按摩 静美和李慧子揉脚 而自己则给绝方玉做下了人工呼吸了 可这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绝方玉的体温是越来越低 脸色愈发苍白 没错 还就这般死亡了 当时孙永泰仔细检查了绝方玉的身体 环顾了一圈 有一丝丝害怕 说他的筋牙不加了 他意识到 这些绝方家的人 眼看着大家长死去 会不会不再被他操控了 甚至藏起了一些东西 作为报警时的佐证 接着孙永泰说了 筋牙肯定是在他体内呢 他那死因一定是蠢子的电击 导致筋牙脱落 所以他窒息了 没错 他毫无犹豫地将自己摘出了这场死亡当中 并将矛头直指了蠢子 那看到绝方家众人面露悲色 孙永泰提出了 说不能举行葬礼 如果警察来询问绝方玉的死因 那么蠢子的罪行一定会暴露的 整个绝方家都会完蛋的 那看着众人似乎神色闪烁 袭神动摇 孙永泰捕捉痕迹地提出 说像处理中介那般 或许是个办法 此言一出 屋内所有人立刻陷入诡异的沉默当中 随后在宋永泰的指示之下 纯子 静美 竹野 李慧子 以及十岁的小彩 承担起了分尸的工作 和处理中介类似 他们将尸体切成小片 煮熟了 搅碎装进瓶子里 从公厕冲草了 有一部分直接扔进了大海里边 因为人数更多的缘故 就这次分尸 统共忙活了十来天 那值得一提的是 在分尸过程当中 他们真在续芳裕的废子里边 找到了金 分尸工作结束之后 一切似乎回到了常态 如果要说跟以前有什么不同的话 那恐怕就是续芳家每个人 除了非常年幼的优贵 他们手上都沾满了鲜血了 续芳裕去世之后 等级最低的人往往是静美 除了常见的肢体和脸部 宋永泰时常会惦记他的私密部位 而且不是用夹子夹着 而是直接将裸露电线 深深插进他的部位里边 同时李慧子也遭受过同样的待遇 大概这般被持续虐待半个月之后 静美开始总发出啊呜呜呜呜的声音 并且对外界已经丧失了大部分反应了 甚至不再主动进食或喝水 那宋永泰害怕外人听到这些奇怪的动静 非常厌烦的把他赶进了浴室里边 很快宋永泰意识到这并不保险 1998年1月20号那天 宋永泰召开了一场会议 内容是讨论如何处置静美 有人说要给他单租一个公寓 那宋永泰说 说这样会引起其他人怀疑 以来警察该怎么办呢 有人说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 宋永泰又说了 说精神病院那钱你们付得起吗 别忘了你们还欠我钱呢 那面对旭方家的种种提的建议 那宋永泰都拒绝了 最后这宋永泰干脆说 说给你们一个钟头 必须拿出一个解决方案 让扭头就草了 这让旭方家众人感到备受煎熬 这一个钟头的时间里边 宋永泰多次探头探脑 提醒他们剩的时间不多了 等到一个小时结束 看到他们还没拿出主意呢 宋永泰又说了 说我可以借钱给你们 听到这话 这旭方家众人凝固了一瞬间 他们立刻明白了宋永泰的意思 那在分尸旭方域的时候 他们所用的分尸工具 便是问宋永泰借钱来买的 还写了一张购买相关工具的签条 所以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大概两个钟头之后 这淳子做出了决定 找到宋永泰 试探性的说 说他想 想把妈妈给杀了 宋永泰对这个答案非常满意 赞许的说 说既然你们这么想的 那就这么做吧 只是你打算怎么杀呀 在宋永泰的强势逼迫之下 春子不得不做出了 立刻用电线绞杀静美的决定 并且按照手则 请求宋永泰借电线给他 同时 在宋永泰的指派之下 由主野负责勒静美的脖子 而李慧所负责按住静美的脚 不让他乱动 仅仅几分钟之间 静美就在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的手底下 失去了呼吸 宋永泰认真仔细地检查了静美的尸体 然后让淳子党人把静美的手 叠放在胸口 用毛巾盖住她那脸 接着便开始催促三个人 加上小彩进行肢解工作 因为静美脂肪比较多的缘故 对静美的肢解并不顺利 而且因为静美后期 基本丧失了自主能力的缘故 剖开她的肚子之后 那难闻的气味 立刻充满了整个房间了 爱干净的宋本泰为此非常着急 要求几个人不眠不休进行遮解 实在困到不行 才可以坐着打个盹 在熬煮和搅碎静美尸块的时候 宋永泰要求他们分别放入茶叶和生姜 就这次的质解工作 速度远远超过以前 仅仅大概过了一个星期 一切都被处理干净了 或许觉得公寓的臭味难以掩盖 难以散去吧 或许是担心在如此高压之下 众人会起了逃跑心思 他要把众人按照关系的亲疏远近拆开来 孙永泰安排了一次搬家 至今还存活的九个人被分成两组 竹野 幽贵和公子被留在M公寓 公子被留下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为了监视 二一个是孙永泰让他私有竹野 孙永泰 淳子 李慧子 小彩和孙永泰的两儿子 搬到离M公寓大概不行十五分钟距离的V公寓 在V公寓当中地位最低的人是李慧子 孙永泰没有安排的时候 这李慧子需要吃了上身 只有胸部贴着一小块胶布 下身只穿内裤 站在浴室内等待召唤 一旦送他有了任务 李慧子就需要四肢着地 爬着去处理一下 在他处理事情同时 可能还伴随着针对两颚 甚至私密部位的电机 除此之外 这李慧子也无法好好休息 他被要求和才子面对面 体育座坐在浴缸里边睡觉 就这般折磨之下 李慧子很快出现了一些病态的症状 他不再来立嫁了 但是也存在怀孕的可能 他变得消瘦 耳朵也听不清楚 这一切孙永泰都看在眼里 但是他没有任何联系 他只觉得李慧子也传了麻烦了 孙永泰开始频繁在众人面前说 说如果李慧子变得像静美一般 可怎么办呢 其中钱台子是不言而喻的 他希望旭方家众人主动提出杀了李慧子 很快这孙永泰意识到 靠现有办法 淳子和朱也是不会主动应和的 他开始寻找一个事理成章 提出此事的机会 那2月9号那天 李慧子和小彩之间出现了一场争吵 吵架原因 是因为他俩所理解的 孙永泰的指令并不一致 孙永泰对此做出了批示 说李慧子这是疯了呀 那是2月9号那天晚上10点 对淳子说了 说我们去趟M公寓 你应该知道我意思吧 然后把朱也叫到了V公寓 让朱也开着车 拉着他跟淳子李慧子小彩 以及他那俩孩子 前往M公寓 到了之后 孙永泰先把李慧子 安排到浴室睡觉去 然后把淳子 朱也和小彩 赶到浴室外侧的冠写室 告诉他们 说我要睡觉了 你们续方家的人 拿出个结论吧 在我起床之前 把这事处理好 淳子和朱也 立刻明白了 孙永泰的意思 是杀了李慧子 沉默片刻之后 还是讨论 如何避免李慧子的死亡 朱也提议 说不如再问问孙永泰 毕竟他没明确说 要杀了李慧子 春子对此表示同意 他说如果去问 虽然会被骂一顿 会被惦击 但很大可能 就不用再杀死妹妹了 岳宋泰这人 喜欢让别人自己 得出罪恶的结论 而不愿意非常直接的 下达类似杀害的指令 可这计划失败了 怪许师那门 好巧不巧打不开了 好像没别的办法 除了杀死李慧子之外 没有任何其他办法 那在长久的安静之后 这蠢子绝望的说 说宋永泰 想来应该快醒了吧 对死 朱也也沉默了片刻 悲喜的说 如果非要这么做的话 那就我亲手来吧 随后 看着女儿小彩 门声略带果断的 安排说 说在她勒妈妈脖子的时候 你要按着妈妈的脚 行不行啊 我俩一起把她送走 当朱也把电线 套在李慧子头上时 这李慧子突然睁开眼睛 小声询问丈夫 说自己是不是要死了 那朱也凝视着妻子 将电线交叉 缠绕在她那脖子上 用力拉紧 便起跟她说 说着对不起 那朱也松开电线之后 立刻快步走出了浴室 低声唾气一场 而用体重压着母亲脚的小彩 露出了麻木的表情 那就好像她对此已经习以为常 至于蠢子 她吻了吻妹妹的脚趾 并且说 说等着我 此时她应该已经意识到 在孙永泰的控制之下 他们除了安静的成为粉末 或肉馅流进公厕和大海里边 他们是不会再有其他的归宿了 那盥洗射的门依旧打不开 三个人一具尸体 就这般静悶的待着 直到孙永泰的脚步开始接近 只听咔的一声 盥洗射的门 很顺利的被孙永泰打开了 差异的看着李慧子的尸体 大声叱骂着说 你们都做了什么呀 为啥要杀了李慧子呀 你们怎么都不来问问我呀 就这处上 把自己责任摘干净之后 她是不耐烦的说 说在座里肢解尸体 会给我带来麻烦的 看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呀 而淳子和卓也只能满脸 歉意地向他鞠躬道歉 并请求他允许 尽用场地和工具 肢解自己的亲人 在后续的肢解当中 孙永泰不断催促他们 给他们施加压力 并且在肢解过程当中 给他们撒通了电了 尤其是卓也 在肢解的大部分时间里边 都处在手臂被通电的状态 为了保证电线稳定 减少对他干活的影响 那孙永泰还特地 把线缠到了 竹也的脖子上 帮助固定 那李慧子死了之后 徐翁家只剩下四个人了 分别是纯子 竹也 小彩和幽贵 此时地位最低的人 成了竹也 孙永泰抓住竹也的 每个错处 毫无忌惮地 向他施加暴虐 比如惦记他的下身 除此之外 竹也受到了 比任何人更加严苛的 饮食限制 两个月之前 竹也刚刚入住 M公寓时 每天只能在七分钟之内 吃完一餐 那种只是八片 兔有蛋黄酱的面包 而如今被剪成六片了 这使得竹也 原本有些肥胖的身躯 迅速消瘦下去 那是1998年三月下旬 大约被这样虐待 一个半月之后 竹也已经受到 大腿跟小腿一般粗细了 并且频繁呕吐 饮食也被减少到了四片面包 他不停腹泻 他不得不使用成人止尿库 宋泰每次看到竹也 大小便失禁的样子 都觉得非常恶心 他好几次 是要求竹也 吃掉自己的排泄物 来到四月份之后 竹也身体有所好转 宋泰开始要求 他继续承担私计的工作 以方便自己 前往中金市和新情妇约会 七号在宋泰的要求之下 竹也和负责监视他的蠢子 在加油站等候约会的 宋泰时 为了避免他人起疑 进食了大量食物 尤其是竹也 差不多吃下了两份 成年人套餐的饭量 而八号清晨 这蠢子发现 本该站在浴室里 等候检查的竹也 蜷缩在浴室的地板上边 同样关在浴室的小彩 拿出了大量被吐在袋子里的 竹也偶吐 宋泰得出这消息之后 非常厌烦 觉得是竹也贪吃者的麻烦 却全然不提 那是自己下的命令 在连续吃了两天喂药 并喝了大量水之后 10号 竹也情况进步恶化 但宋泰依旧只给他吃喂药 没有一点要送他去医院的意思 14号那天 宋泰给竹也喝了 500毫升的提神饮料 喝了500毫升的啤酒 大概一个小时之后 这竹也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了 宋泰斥责 纯子跟小彩 没有照顾好竹也 那一如既往 对纯子和小彩 发布了肢解的命令 竹也死了之后 这宋泰掌控的这个家里边 除了纯子之外 就都是孩子了 宋泰自己的俩孩子 和照顾他们的公子 地位自然依旧如故 但本身的存在 那就是威胁的竹也的俩孩子 小彩跟幽贵 则开始显得多余起来了 其中 小彩见证了多次亲人的死亡 并参与杀死母亲 和分尸祖父祖母 父亲母亲的行为 是迫切需要被肢解掉的隐患 于是 这宋泰提出 说小彩跟幽贵 只能活血一个 他认为 虽然小彩参与了罪行 大药律 是不会揭发自己当人的 但是 他不能保证 这小彩不会告诉幽贵 幽贵那孩子没有参与过 那会不会会站到警方那边呢 为了保险起见 他对那些孩子 也不能心慈手软 那是5月17号 在孙永泰的命令和诱导之下 蠢子跟小彩 勒死了年幼的幽贵 而原本对这一切 没参与过的公子 也被孙永泰安排着 安住了幽贵的腿了 肢解幽贵的任务结束之后 孙永泰喜怒无常的一面 再次爆发 本来可以在何时睡觉的公子 给他赶到了厨房 跟小彩一起住了起来 不过 他俩的待遇 还是有着不少差别的 睡觉时 这公子可以穿着胸罩和内裤 而小彩则是赤裸上身 穿着纸尿裤 并且被捆绑手脚 显而易见 如今处于最低地位的是小彩 对于这个年纪上幼的孩子 孙永泰丝毫不手软 基本每天都要找理由 对小彩大腿内侧 或者私密部位通电 并且减少他的食物 先是只给四片面包 后来就只给一两片面包了 本以为这幽贵死了之后 小彩就可以获得自由的 可现实却没有 春子感到历史不安 询问孙永泰原因 得到答复是 如果太胖会变得麻烦 你说跟胖有关的麻烦 只有一次 那就是肢解静美身 那脂肪太多 怪不得静美死了之后 孙永泰对地位最低的人 有意的减少食物的供给量 春子意识到 孙永泰对小彩此时严苛的折磨 可能是希望这孩子自己能自我了断吧 果不其然 大约几天之后 在孙永泰和小彩一次 常规的盥洗式谈话之后 突然跟春子说 说小彩也想要那样 春子凝视着小彩 就见这小女孩微微低头 注射地面片刻 然后轻轻点了一下脑袋 接着 孙永泰索性 就干脆不主动给小彩提供食物了 6月7号那天 孙永泰做出了杀死小彩的指示 小彩极其乖巧的自己走到厨房 躺在了当初优贵死去的地方 当春子和公子将电线 从他脖子下边穿过时 他甚至微微抬着头 让他们好操作一些 小彩死了之后 春子被留在M公寓分尸 孙永泰则带着公子和自己俩孩子 到了V公寓去了 但没过多久 公子又被孙永泰指示 回到M公寓参与分尸 就这新指示 是因为孙永泰考虑到 当时的天气太过炎热 只有春子一个人分尸的话 恐怕难以赶上尸体腐烂的速度 很容易招来警方的调查 那如今 孙永泰控制之下的这个小家里边 只剩下五个成员了 他本人自己 春子 公子 以及他的俩孩子 而这些人当中 没有谁可以作为孙永泰的提款机存在的 也没有任何人是纯粹的累赘 也是孙永泰将更多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外边 在这情况之下 公子两度逃出了孙永泰的魔窟 第一次是2002年1月30号 没有经验的公子逃到了祖父祖母家里之后 因为自己所参与的罪行 他并没有报警 也没有向祖父母透露任何消息 最终被孙永泰找上门去 顺利接走了 第二次 大概是20天之后 公子的祖父祖母都有了惊讶了 不但成功逃脱 还派和警方开始对孙永泰和淳泽的抓捕了 那是2002年3月7号 警方也涉嫌监禁伤害罪 逮捕了孙永泰和徐芳淳泽 面对警方的询问 他俩非常一事地保持了沉默 幸而公子提供了三个最终依然在使用的公寓地址 警方在其中发现了大量线索和罪证 就比方说用来虐待和分饰的工具 大量受害者被迫写下的自白书 孙永泰骚扰及其正在诈骗当中的200多名女性的联系方式 四名养养不良的儿童 孙永泰和淳子俩孩子 以及孙永泰正在交往中的女性的双胞胎儿子 在其中一处工艺墙上 还发现了用写 写下的再也不逃跑字样的白纸 接着 时间来到2002年6月份 法庭开始对监禁少女案件第一次审理 之所以是监禁少女案件 而不是连环杀人案件 是因为孙永泰和淳子始终保持沉默 而警方在M公寓当中 也并未提取到能够检测出被害者血液的证据 只能按照公子所陈述的两人 对他的行为进行控告 那随着庭审当中 孙永泰的律师提出公子撒谎成眼的说法 就是这次庭审算是不了了之了 可是 难道孙永泰和淳子不开口就没别的办法了吗 如何才能撬开这俩沉默的恶魔的嘴呢 2002年10月份 或许是因为长期没有跟孙永泰接触过了 淳子似乎摆脱了他那精神控制 也或许是因为警方 已涉嫌杀害旭方遇到罪名 遇到进行二次逮捕 使他心神动摇的提出 自己愿意一五一十 说出所有事情的真相 当时淳子为此做好了死刑的准备 说没错 说他在孙永泰的指示之下 残忍杀害肢解了他的家人 随着淳子的松口 宋永泰也开始回答警方的问题 不同的是 他完全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只说承认有些死亡存在 但那些事跟自己完全没关系 尤其是旭方家众人的死 他说都是淳子自己做的 对于其他控诉 他也基本全满否定 说他从来没控制过 那些人的饮食 睡眠和上厕所 通便是有的 但那只是一种管教方式 是为了守规矩 根本不是虐待 而他们自己也非常愿意那么做 甚至 这宋永泰还说出了诸如 他们死在我住的地儿 我也觉得麻烦呢 这种诸狗不如的话呀 那是03年5月21号 新的庭审当中 宋永泰和淳子首次 以连环监禁杀人案件 被告的身份出庭了 那是05年3月2号 检方在庭审当中提出 宋永泰和徐方淳子 对欺名受害者 是徐方家六人 及公子的父亲的产房中介 怀有杀人意图 并有计划合伙杀害了他们 并请求判处两人死刑 值得一提的是 检方对于本案的陈辞 长达四个半钟头之久 那是9月28号 北九州小仓市法庭 宣布了庭审结果 审判长认定六项杀害罪 和一项杀害准死亡罪 杀死了徐方 欲那项罪名成立 宋永泰和徐方淳子 均未判处死刑 当天宋永泰向福岗高等法院 提出二审请求 07年9月26号 二审判决宣布 考虑宋永泰对淳子的长期暴力 和淳子存在被心理控制的情况 认定其判断能力下降 最终判处宋永泰死刑 徐方淳子无期徒刑 到这儿 北九州连续监禁杀人事件 也就讲完了